每一個月我們除了說經濟之外 都會說說其他事情 上一條片 上個月五月那條片 在留言那裡我看到很多message 你知道老闆在說什麼嗎? 不知道 大家都說覺得你瘦了很多 想不想透露一下 是不是故意去瘦的呢? 當然啦 你很多人 你很多人不用一大筆也瘦不了 這個念頭是什麼時候來的呢? 或者為什麼會有這個念頭呢? 這個念頭是胖得太胖 胖得肚腩凸出來 接著瘦一瘦發現BMI差不多黏肥 到這個地步的時候 都需要做些事情 我想你有留意一下 你都可能會發現有一些人 包括一些出名的人 其實他曾經可能去到四字頭 四十幾的時候 都是很胖的 接著都是去減一減 減完之後 減到你現在看到很健康的狀態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以前陳志雲都很胖的 陳志雲 陳志雲是很胖的 是 他是減到一個很健康的狀態 其實你去到一個位置 你會知道那些事情對你的健康 甚至對你的生命有威脅的時候 你就應該做一些事情去逆轉 避免太遲去做這件事 那這個是其實合理 是嗎 是 講一點關於什麼叫肥 我都看了博士發給我的一段片 主要都是說BMI 就是這個體重KG除這個新高Square 得出來的那個指數 18.5至22.9就叫做正常 之後那些都叫做過重的了 他現在有新的定義的肥胖1型肥胖2 就是好像這樣 是是是 那我最厲害的時候差不多30 差不多30 就是差不多 但是你覺得是因為 什麼原因會這樣呢 不是這樣是日積而累的 你長期在辦公室坐 就算 哪怕那個是中環辦公室 還是work from home辦公室 你真的經常坐在那裡做事 太長時間坐在那裡做事 少動動 其實是 你坐一坐一坐 都是會一路一路漸進式 好像通脹也好 好像市況一樣 慢慢會向上 這個是難以避免的 其實我自己吃東西不是特別 很喜歡吃那些很肥膩很甜的東西 其實我一向都沒有這樣的習慣 我吃菜相對多 但是始終人的生活習慣是這樣的 在都市那裡 還有天生這件事都是重要的 其實你肥形獸 其實那種Denecting 我相信它控制的比例都很大 我懷疑生出來肥還是不肥 可能要控制超過一半 現在其實有很多其他指標 比如膽固醇那些 很多都是天生的 其實不是後天的 甚至你這個人是聰明不聰明 可能很大程度上是天生的 反過來問,你最健康的時候是什麼時候? 最健康的時候當然是幾十年前 幾十年前的時候,比現在還好一點 現在是不是已經去到滿足的水平? 不是,現在是剛剛那個normal range的BMI是跌下去 其實我期望的理想區間是去到正常區間的中間 其實現在還欠10磅左右才到,其實還未到 所以現在是正常範圍,但正常範圍是中值的上升 整個過程,由你低起心肝真的想減肥,到現在其實進行了多久? 前年11月左右開始看醫生的,就是我給你那段影片 其實我又放在Facebook或者BMI 我又放了那段影片出來,你可以自己看一下 其實我放在下面看,我 exactly看那個醫生 exactly跟他的做法,他也很… 詳細的機制是怎樣的,你自己看,他有說的 有些人很害怕,不想做這些事情 這個你自己選擇要不做 不過他收得挺貴的,那些藥都挺貴的 那你做完之後呢,他幫你而已 那最重要是你自己吃少點東西 你自己吃少點東西,這個很重要 但問題就是,如果你本身是肥的話 你吃得少東西,你是辛苦的 你的肚子會告訴你,你不舒服的 會不斷鼓,不斷鼓 即是他會令你整個人很不舒服 但他這個治療,他會令到你那個不舒服的 那個現象是不見了 那你可以很漸進地做這件事 你見到我就說突然間減了 但其實不是,實際上我年半之前可以做的 我年半之前是漸進地慢慢進行 所以整個過程不是一個特變來的 而是一個慢慢的改變 那這個改變其實也比做運動有效很多 因為我之前的10年 我2011年開始跑步 我跑到2018 那我也一個星期跑幾天的 即是每次都有半個小時,大半個小時 那跑到腳都傷了 我是跑傷了一腳 那其實都沒有,你看到一邊跑到肥 實際上真是跌磅是由減食那一刻開始 所以減食這個是很重要 減食尤其是最重要是減一些carbohydrate 即是那些澱粉質那些 那些是很拿命的 那些比吃雪糕還拿命 吃雪糕你不會餐餐吃的 你不會吃很多 但如果你吃粉麵飯那些 那些是很害事的 即是吃那些東西 那些一定越少 即不是完全不吃 其實原則都是一樣東西都可以吃的 但是真的要控制到很少很少 即是你這個必然的 你減肥的做法 即是那些in要少 要out要多 即是你要吃少要做多 簡單的說就是這樣 那你如果一轉 譬如我一轉了陣地 我一轉了陣地 就動不動 就經常都要走路的 沒有那麼多 好像殘廢一樣 動著坐車 即是如果你在香港來說 密集一點 是多些 不用坐車 即是不用走路 經常坐車的機會 但是如果你這裏來說 是走路的機會 是多了很多 走動多了 那你吃少了 這個是重要的 但我其實我主要 我主要減那個磅 是在香港減 不是在這裏減 但是醫生一直都盯著 有 不用看得很密 幾個月看一次 就是下不下去看見 其實主要是整個過程 理論上我現在不用再看它 因為我跌到正常了 那個點就是 醫生有說 你這件事 你保持得越來 就越是你的 是保持得越來 才是越來 你不要以為現在到了 到了你可以亂來 你亂來 上回去 那又不是你的 你要保持得越來 才是越來 這個是重要的 但是我想問呢 你覺得成功呢 是否因為你給了很多錢呢 其實某程度上 因為我會做運動 他有那種針幫 他是 真的 真的 撈了下去 是 不用吃很多東西的 你硬要吃都可以 但是 但是會有個效果 就是你吃一大都會想吐 首先他都逼你不要吃那麼多東西 第二就是說 你自己的控制 如果你打完之後 你也是這樣吃的 你只要吃那麼多 其實是沒用的 但是他會令你就是 你吃少了 你不會不舒服 你吃少了 如果你本身是要吃 吃那麼多東西 吃三碗飯 你硬硬切到你一碗 你是不舒服的 但是如果你有這東西幫助你的話 那你是不會不舒服 那你起碼過度那一刻 你是會容易一些 那你過度是容易一些 當你一段時間習慣了 吃少了 你的胃已經小了的時候 那你就其實不用 不用再教那種東西幫你 你覺得 譬如我在倫敦已經大半年了 我大半年來 其實這裡是不肯開的那種針 雖然這種針是FDA批了 美國是批了做減肥 但是英國不肯開 那應該不肯開 但是你用回那個原則 因為我已經整年了 我做了整年了 其實胃已經小了 那你用回原則一路是 控制自己不要吃那麼多東西 其實是做得到的 所以其實我想那件事是幫你的初期 就是初期的一半上半腸 那你下半腸就靠自己了 說多一點關於現在的飲食是怎樣 是不是一些 就是任何人 可能我覺得自己肥一點點 不用去看醫生 那應該吃些什麼 或者吃些什麼會比較容易瘦 其實大家心中有數的啦 甜啊肥啊 就是油膩的東西 甜的東西 呃 澱粉質其實主要是這三味的 這三味肯 相對來說減 不要說戒掉了 減吧 盡量減吧 其實已經很多了 那但是當然了 就是你要代替的 比如你可能多點菜啊 纖維的東西 那些相對飽兔的東西 那大家知道的 你上網都能找到的 就是這個問題 你這個問題不是知不知道 你有沒有行心去做 就是往往就是你這樣吃呢 你會有一段時間是沒有一口好吃的 你要忍到 你自己要 是 在減肥之前有什麼是 你覺得 吃些什麼是最令到你變肥的東西呢 或者之前有些什麼特別喜歡吃 現在不能吃 我不是特別喜歡吃那些肥的東西 其實我都是說漸進這樣 慢慢累積出來的 還有你這個人的一路大 其實也都是 你慢慢 你慢慢 你的生活模式 或者你的 你的新陳代謝 各樣都是會令你那個 脂肪脂肪更容易 所以我想 我想不用刻意去增肥 你都很容易會肥的 我相信這個 不需要去打教路 大家怎樣去增肥 就是有什麼特別介了 或者這樣 有沒有什麼特別介了 沒有的 只是吃少了而已 沒有特別介 就是盡量不好吃 有些東西我真的 我自己 發自內心是不喜歡吃的 譬如你比較 東波肉 我 你比較肥的 我不是很喜歡 折舊肥的 我不是很喜歡吃的東西 但是我意思是 這些你不喜歡的 你肥和不肥 你都不吃的 是不是 但是有沒有一些東西 是你肥的時候吃 但是現在不是很好吃的 都沒有的 都沒有 會量的問題 真的你自己控制 沒有什麼是可以 說完全要介定 不能吃的 問題是量的問題 OK 那除了剛才你說 你跑步跑了很久 現在還有沒有跑步 現在沒有現在不行 現在有運動 但不是那種 不是那種 真的一個跑步機 就跑 你家裡好像有跑步機的東西 有 現在你有 但是沒有太用 你別人用 不是我用 別人用 好了 除了 除了說 運動 飲食 那現在有沒有做一些特別的東西 養一下身 就是好像 我可能平時 我也有吃一些維他命 你有沒有做這些 我不買這些 我不認為需要 我認為日常涉取的 就是我看法 我跟普通營養師看法應該是類似的 日常涉取已經很足夠 不需要 有一件事我奉勸 我認真奉勸大家要做 睡多一點 這個問題 很多人不夠睡 我發現很多人 你知道我這個時區是退了 我發現很多人 兩三點還在那裡不睡 其實是不好的 盡量睡多一點 還有盡量睡覺的時間 跟著天的時間 天黑的時候睡覺 天亮要起床 盡量這樣做 以前是不是這樣 你這些年紀 其實應該至少睡7個小時 我睡很久 睡得很久 睡得好的計 睡得好的計 你如果摊上床睡不著 不算數 但是睡得好 睡得入的計 最好起碼7個7個半 我想這樣會好一點 對你那個 我想你肯睡肯動一下 肯動一下 不要經常坐著 你不動 其實已經很好 不需要再吃那些 我突然想到另一個問題 羅波士有沒有避寒的問題 以前有 現在沒有 瘦了就沒有 以前有 現在沒有 很奇怪 原來是真的有關事的 原來是 是 但是就是我自己現在應該也有這個問題 我也想著 怎麼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 那你想不想吃少些 吃少些 還吃少些 我已經吃得不太多 我已經不算吃得多 我猜 那你看一下呼吸科 你照照 我以前做過一些睡眠窒息測試 你看一下會不會是個 就是很多原因 可能你的喉嚨 是 我有時候覺得鼻不太通 鼻不太通 我都做過手術 因為 之前是鼻隔歪了 鼻息浴多了 你譬如 經常是 就是我這樣 經常流鼻涕 做節目都是流鼻涕 就是 你有這些問題的人 那就容易有 有息浴等等 那些阻礙 你看一下會不會有那些問題 至少照CT 你會看完 你看到需要不需要 搞定 那這些是 有些是手術解決的 如果不是手術解決 那你的喉嚨肥了 那這個是肥胖的問題 那你要減肥 上個月 我們沒有做這個 KC2選1的 這個月呢 我們做回了 好 羅博士準備好了嗎 快 跑泡還是游泳 我想跑泡 每人都做 Sit up 還是push up Sit up 一點 Sit up 一點 是戒糖還是戒澱粉 戒 如果我選擇 我選擇戒糖 我覺得澱粉 挺好吃的 長五年命 還是長十年命 但是中間兩年病 長十年 好像 我還有多三年 OK OK 小吃多餐 還是多吃小餐 小吃多餐 好像 小吃多餐 好 我們逐個review一下 跑步 因為你平時沒有什麼游泳 游泳 游泳 很早時間 很早 回來 又要換衣服 又要洗澡 九萬多樣東西 跑步都要洗澡 快很多 為什麼 Sit up 比push up 才有游泳 才有游泳 OK 戒糖 比戒澱粉好 我個人 不是很試甜 我不需要吃很甜 我不會像這些人 經常吃糖 我本人 我不多吃糖 我本人 有些澱粉 是挺好吃的 有些pasa 是挺好吃的 我覺得 OK 五年命 十年命 剛才解釋了 減完兩年病 都多了三年命 最後 小吃多餐 好過多吃小餐 大部分醫生 研究師 都這樣建議 人就要攤開一點 你吃一餐就可以 全部摘下去不好 好了 今個月大概講到這裡 希望羅博士的一些 健康分享 或者減肥分享 都可以幫到大家 剛才羅博士提過的那條片 我都會放在下面 給大家去參考一下 好了 今個月講到這裡 下個月再跟羅博士聊天 拜拜 拜拜 觀賞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